只想玩你的女人会有这四个表现 看看她有吗 一 平常的时候嫌弃你 用你的时候讨好你 只想玩你的女人在平常的时候 是不会和你有亲密的举动 如果你主动亲密的话 她就会找各种理由来拒绝你 她会说自己感冒了或者说其他原因 这些原因不仅会让你放弃和她亲密的想法 还会让你对她产生同情和依恋 二 需求无止境 如果女人只是想玩你 那么她的需求一定是无止境的 只要她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最后一天 她仍然会索取你 男要知道 只想玩你的女人和你在感情上是不会有牵扯的 即便是有也是你放不下她 她和你有牵扯的地方永远都只是物质 第三 不会吃你的醋 如果你和别的女人有亲密的举动 那么玩你的女人是不会介意的 她虽然身体在你这 但她的心却并不在你这里 你和哪个异性亲密 或者亲密到什么程度 她都毫不介意 更不会吃醋 四 和其他异性有扯不清的关系 如果一个女人只想玩你 那么她身边一定不只有你一个男人 她的身边会有很多男人 她也不缺你这一个男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她和别的男人 有扯不清的关系 要和她分手的话 那么她一定不会解释 也一定不会挽留你